好 8点31分要持续带你来关心的是有关于疫情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问 特别是家长 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朋友的疫情关系 原因是因为我们来看到 昨天就有儿童重症累计有15例 其当中就有7例是引发了脑炎 4例肺炎 2例败血症 甚至还有在家中死亡之后 他断定死因是新冠肺炎 是此后才确诊的案例 好 这当中家长都非常在意 其中最在意的就是有关于脑炎这么一件事情了 我们昨天有讲过有专家告诉我们 这可能是跟精英有关系 因为目前在国外小朋友得了新冠之后 并发脑炎这样的一个状况比较少见 但在香港在台湾都有这样的一个个案 但是大家想问的就是 虽然说这个个案看起来可能是因为精英的关系 可是到底我们政府事前有没有先做好准备 香港的疫情走在我们之前 你有没有了解到相关的状况呢 这位医师叫做苏一峰 他就直接讲 说他四月的时候就提醒儿童重症的问题了 你怎么能够陈时中现在还在讲 没想到儿童重症的case比较多 一句话轻轻带过而不是赶紧在医师提出警示的时候 就去做反应就去想你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而前总统马英九则说了原来这就是蔡政府所说的 有政府请安心家长怎么能够不愤怒 确实大家对于政府来说 也理解新冠肺炎以及这个Omicron 大家都是第一次在面对 第一次跟Omicron作战交手 可问题是如果在我们隔壁邻居 或者是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类似的个案 或者是其他的病例可以参考的话 这些数值到底政府先前有没有都先看过 在开放大家跟病毒共存之前 你有没有先告诉大家可以怎么做 让我们有一个规律可循 让家长心里头比较安定 总统蔡英文夏告诉我们 说防疫是进入了最后关键了 需要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防疫 大家齐心抗疫 地方上头大家说当然没问题 但是也希望总统在地方跟你反映第一线的困境的时候 你能够及时回应 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讲 他是喊了25天 终于在今天快山羊才是上路 他想问为什么像这样子 可以马上让病患获得投药的机会 你可以早做啊 为什么在第一线喊出来的时候 你都不赶紧正视他回应他要拖这么久呢 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在讲了 说地方也都在问 中央先前告诉我们买了1.2亿剂的快篩 那现在这些快篩到底在哪里 他想问如果说跟病毒共存的话 现在很多人都有快篩的需求 你不发给人民囤起来 你花这些钱是要做些什么 好现在呢 中南部也开始疫情相对的紧张了 原因是因为这几天确诊的人数真的都超过了台北 看起来疫情好像是往中南部来发展 时事评论员谢涵兵就说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北部先前已经过一次了 中南部现在疫情看起来会往上走 指挥中心你准备好了吗 指挥中心已经准备好了 他就准备放推 准备放飞 对 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指挥中心你看这波疫情来的时候 他有准备任何东西吗 没有 都是被逼了三次四次五次 他被逼得没办法 只好去买疫苗 只好去弄快篩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不然他本来什么事情都不打算干的 那我要提醒大家 台北市已经是全台湾医疗量能最强的地方 那如果台北市都撑不住 台北市的医疗量能都告急 那抱歉 以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台北 台湾任何一个其他县市都撑不住 我跟你保证绝对撑不住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一波 慢慢开始往中南部飄 错 其实早就去了 只是东南部的筛减量能本来就不足 然后再加上中南部黑数更多 所以一直没有凸显出来 现在只是慢慢凸显出来而已 那北部这边 看起来是比较平稳消下去对不对 也错 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很多人 因为政府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任何帮助 我告诉你确诊也是白搭 所以很多人也不去快拆也不测了 能够装死就尽量装死 所以现在全台湾到处都是黑树 没有哪个地方数字准确 那个数字讲出来给人家笑 所以根本不要相信这一波高峰已经来 我不认为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 我真的认为 要不是现在为了维持第五类 法定传染病 还可以让大家得到一些医疗资源的话 我真的觉得直接采测就要算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他每天下午两天固定说干话之外 其他有给我们任何帮助吗 没有 他是叫你自己要特别注意 而且不是陈时中这样说 你陈建仁这位公卫专家 因为陈时中牙医就算 他不懂很正常 我们的公卫专家陈建仁副总统怎么说 台北市年底的这场选战 陈时中到底选或不选呢 前国民党青年部的主任陈冠安 就在脸书上头讲了 他用这么一篇文章来说 现在陈时中就是防疫失利 他的负面声量已经成长了1.57倍 甚至还说目前因为负面声量的成长 有可能大家的怒火会直接烧向组织蔡英文 所以他会不会再是年底选举的热门选项 他认为整体来说 因为民进党要大家与病毒共存的新台湾模式 确实对于他们政绩已经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甚至还说这几乎已经让陈时中 在年底选举的部分近乎出局了 而现在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是对于疫情有了一个分析 他表示他认为 目前首都圈的洪峰已经过了 这高原期应该是会再维持四个星期 等到连续多天 出院患者比住院的多 那就离解封不远了 国内疫情出现 高原期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其实首都圈的洪峰在上周已经过了 但高原期究竟还要撑多久 中央的防疫作为从确诊认定到快篩和疫苗政策 常常让柯文哲憋了一肚子火 他坦言事情还是得做 过程有时候我看我也不喜欢 但是有时候抱怨完还是要做事 就好像以前我在台大当医生 那病人给我送进来 我就一直骂一边骂一边开刀 一直骂说谁把撞成这个样子 有什么用 还是乖乖把他开完 如果有抱怨的话 就中央政府对他的大战略 也许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台湾的政治本来就不太习惯 说清楚讲明白 很隐晦 眼看快晒羊视同PCR羊给药 主要上路 视讯诊疗却还常常找不到医师 客人这预估基层恐怕会大爆民怨 但欧摩大军来袭 每一步都得咬牙 撑过去 记者黄文君 许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确诊数不断地在攀升 医护人员 他们说现在真的是快被榨干了 但是前几天 看到指挥中心所发出的公文 很多人当场炸锅 因为指挥中心当时说 要再提高专责病房的护病比 换句话说就是 一名护理人员要雇的病人 人数要再提高更多 引发基层反弹 所以昨天下午 陈时中就直接找了 护理师各个工会来开座谈会 那么目前定案 护病比上限就是1比7 不能够超过 另外也强调了 他们现在愿意来辅助人员 一般别一天补助5000块钱 抗议员手不足中央要求提高护病比 引爆护理师怒轰 陈时中赶紧开座谈会 汪洋补牢 像金包银啦 白人的生命比较重要 我们的生命比较不算 确诊数飙升 住院中重症也接应不暇 指挥中心却发函 给各县市卫生局要提高护病比 将专责病房护病比从1比5 调整为医学中心1比9 区域医院1比12 地区医院1比15 原本一位护理师照顾五位病患 现在要顾上15人 让基层大崩溃 不只没有吃饭 没有喝水 有可能连上厕所都没有 单位没有人 他就干脆上12个小时的班 护理师照顾病人 忙到没时间吃饭喝水 疑似常态 加上疫情大爆发后人力短缺 有的护理师甚至还得 报病上班 甚至自己的家人确诊 都无法照顾 却只能照顾确诊病人 欢迎协调结果 专责病房护病比1比9 调降为1比7 辅助人力一个班别 一人补助5000 但这样的结果 五大医疗工会联合发声明抗议 一定会有人离职 我们很担心的这一波 我们说早期可能都是一个使命 休听 但是挺到久的时候也会累 医疗工会痛批 面对源源不绝的病患 1比7的护病比根本只是口后 卫福部提出的唯解方 竟只有增加津贴 在高护病比的环境下 根本治标不治本 记者台北综合不到 相比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 输入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